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 掌握成功演说的秘诀成为今天职场好员工必须具备的一项本领 那么在不同的社交和商业场合下如何做到充满自信挥洒自如 艾莫老师及多年演讲实践经验 并结合职场工作要求从如何克服演说恐惧症入手 对成功演说的各个要素进行了全方位的示范 艾莫老师授课风格生动幽默 课程内容实用性极强 让您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成功演说的方法与技巧 从而提升个人形象和能力 成为最适合企业发展的能说会做的好员工 全球最具国际化经验的华人培训大师 系统创富教练 无计奇管顾问 他是一位资深的奇管顾问 是华人咨询及教育培训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2010年5月份 他的作品做最有用的好员工 让新员工更好工作 推出后得到了企业各企人员的热烈追趴 上市两个月内销量突破一万套 位居音响产品排行榜首位 他的演讲靠人心弦 震撼人心 无论是培训课堂的精彩演练 还是论坛现场的现身说法 都得到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他也是一位成功的系统运作实战专家 将信念与智慧 拨色到千万人的心田 为其硬核组织导入系统 帮助企业高速成长和稳定发展 每一个演讲者都有自己的风格 每一个演讲者呢 他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那通常来讲啊 演讲主要有四种风格 第一种就是慷慨激昂式 你看有些演讲 他的声音非常的红亮 而且手势动作呢 非常的夸张 而且幅度非常的大 然后演讲的时候呢 他的文字语言 而且具有穿透力 具有力量 这种是慷慨激昂式的演讲 整个来讲 从体态语言 包括他的衣表 表情 眼神 手势 姿态 动作 都给一种比较震撼 强的那种力量 还有比如说 各位没有听过李强老师的演讲 他的蝶呢 各位一定要看一看 非常的震撼 他演讲当中呢 那种朝气 那种积极向上 给这种力量 这种演讲的力量都非常的强 慷慨激昂式的 这种演讲比较适合是 号召式的演讲 动员式的演讲 说服式的演讲 很有力量 这是第一种类型 慷慨激昂式的 第二种类型的演讲呢 我们叫做 风趣幽默式的 有的演讲 没有特别夸张的动作 而且呢 你感受不到那种 强烈震撼的力量 但是在他的演讲当中 你可以感受到那种幽默和智慧 这种演讲呢 会让你终身难忘 比如像荣毅老师的演讲 不知道各位没有看到他的DVD 他的演讲非常风趣幽默 讲的过程当中 突然就有一个 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出来 你从中呢 得到一个深刻的启发和震撼 那么这种演讲呢 得成为第二种演讲的风格 风趣幽默式的 第三种演讲就是小桥流水式的 他没有慷慨激昂 也没有太多的风趣幽默 比如像高建华老师 中国战略顾问第一人 高建华老师 他的演讲 这个演讲呢 他是平不直序 但你听起来呢 是娓娓道来 而且呢 环环相扣 慢慢的滋润你的心田 比如各位没有听过 像曾世祥老师的演讲 有听过吗 曾世祥老师的演讲也是一样的 他的演讲当中呢 能够给一种 历史 铸成的一种智慧和力量 不管在庄上台讲那个《易经》 还是平时你看的DVD 给那种力量 就是充满了智慧 而且稳重 每一句话 哪怕中间有一个断句 中间有一个间隔 都被你的思维连接在一起 这种人呢 你看说很慢 但慢慢慢慢支援你的心田 所以四种风格的演讲 比较典型 一种是慷慨激昂式的 一种呢 是风趣幽默式的 一种是小桥流水式的 那么第四种是什么呢 第四种 就把四种类型的演讲 综合在一起 第四种演讲叫综合型的 他把前三种啊 这个特点呢 综合在一起 比如说里边既有慷慨激昂式的 他讲到某一个时段 他的手势幅度很大 他的速度比较快 节奏感比较强 声调呢 由低到高 有一个渐进 往上推的过程 内容当中也是一样的 从平补直续 一直到产生那种震撼的 直刺心田的那种力量 那么有的时候呢 他讲起来又比较缓慢 缓慢当中呢 有时候参加到一些风趣幽默 所以演讲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么演讲的风格 怎么选定 根据这个人 平时这人说话呢 就是清风细雨 那这种呢 可能你演讲风格 比较彻弄于小桥流水 平时这人讲话 就是风趣幽默 那么你演讲当中呢 可能要参加一些风趣幽默 但是平时讲话的风趣幽默 跟演讲当中的幽默感 是不一样的 演讲当中其中有一感 叫幽默感 这个幽默感呢 既产生幽默的效果 但绝不流于轻浮 可能私下朋友之间 开玩笑 聊天 讲一些故事 可能这些可以 但在公众场合呢 要考虑 不同的 听众的特点 然后呢 把你的幽默感 表现出来 所以综合类型 我个人觉得 是比较适合于 在不同的演说演讲 但你要调整 但如果这人就是平时 他就一点幽默的 基因都没有 而且没有这样的特质 你要硬让他 讲一个故事 也比较难为他 所以这种场合呢 也不一定非得 为了取悦观众 活跃气氛 而运用你的幽默感 就看你的风格 你看有的人讲话当中 可能你都不笑 但你一直被他 激昂的演讲所振奋 有的时候呢 这个演讲 他一直平步继续 但是你永生难忘 所以不同的演讲风格 取决于个人的性格特点 个人的语言的习惯 还取决于不同的场合 以有效的运用 那就我个人而言 我年轻的时候 当然现在也很年轻 而至二十多年前的时候 气血方刚的时候 我的演讲是慷慨激昂式的 每到一个场合 音量马上提上去 而且一直居高不下 而且整个演讲当中 气势磅礴 浑年而成 急急向上 非常的震撼 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 慢慢就变到了沉稳 变到了小桥流水 然后中间呢 给你人生的阅历 在参加一些风趣幽默 所以形成了一个综合型的演讲 所以你看我的演讲当中 慷慨激昂占主导部分 但里面还有风趣幽默 里面呢 还有小桥流水 所以你对个人呢 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然后有个改进 有一个成长 这是演讲风格 那么演讲类型的也不一样 比如说今天 我们总共在公众场所 发表演说的时候 大概呢 都有这么几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 说明性的 也叫告知性的演讲 这种场合 在我们员工能用场合 比如说 你讲解一个新的产品 或者你讲解一个服务流程 或者你培训员工的时候 你告诉他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 你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 或者是你把一件事情说清楚 这种呢 属于告知性的 也叫说明性的 那说明性的演讲呢 它的特点就是 你必须把这件事情 用听众能懂得的语言和接受习惯 把它表达清楚 你必须用听众 他能接受的语言习惯 文化背景 接受程度 把它表达清楚 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大多数人演讲者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我说清楚了 但大家没听明白 各位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 因为从演讲角来讲 演讲有信息的发出者 但是还有一个信息的接受者 中间还有一个传递的信息 而且呢 在整个环境当中可能还有干扰 在演讲当中呢 你还借助一些辅助的材料 有借助一些道具 借助一些PPT 借助一些教学器材 这对我们来讲都非常重要 所以在说明性演讲 也叫告知性演讲当中 你要考虑的是 听众 它是什么层面的 什么样的接受程度 什么样的文化水平 什么样的民族习惯 什么样的文化特征 你要根据它 让来讲 比如说你讲一个老年的保健的产品 你面对是中老年人 所以你讲话的时候呢 就是用他们能接受语言来讲 今天你讲一个非常前卫的 先进的这样一个科技的产品 你面对年轻人 你怎么跟他们沟通 这是不一样的 以后我们再讲一篇好的演讲 或者一次非常有效的沟通 它是如何通过准备 通过演讲和最后 来达成一个整体的效果 所以第一个演讲的方式呢 我们叫做说明性的演讲 也叫做告知性的演讲 第二个 比如今天两个人闹矛盾了 你今天呢 要借助你的口才 借助你的沟通能力 要让两个人呢 能够互相的包容 互相的理解 这种演讲是劝说式的 也叫说服性演讲 比如今天 你想让你的听众接受你的产品 或者今天让他接受你的服务 或者今天让他接受你的理念 或者今天让他跟着你一起朝到同一个愿景 一起走 像这种 我们叫说服性演讲 或者今天 你发现他有某些错误 你要用批判性的思维 非常完整的逻辑关系 要从原来的错误当中走出来 这种属于说服性演讲 这种演讲我们用的非常的多 你只有会这种演讲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的影响和改变别人 因为一个人的观念 是不一样的 要想改变一个人 先从观念入手 通常来讲 应该想改变有三个系统 第一个就是一个人的观念系统 什么是观念系统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认识到 那从公通者角度来讲 那从演讲者角度而言 他要想改变别人的观念 他必须具有说服能力 影响能力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这是第二个演讲 我们叫做说服性演讲 也叫劝说式的演讲 让别人去改变某种观念 某种想法 所以在改变当中 第一个就是观念的改变 什么是观念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认识到 比如今天员工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他就不会去做 比如你的部下 他觉得这事情不重要 也不会去做 所以第一个是观念系统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认识到 第二个是人的价值系统 什么是价值系统呢 你认为重要不重要 值不值得 第三个才是能力系统 能不能够做到 所以在说服性的演讲当中 要了解他的观念是什么 在已有的观念当中 哪些跟你要达的目的 会有冲突 会不一致 你要针对他们目前的观念 来发表演讲 或者做一次沟通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要了解观众听众 他的观念系统是什么 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然后才能够做一个有效的 视频的演讲 如果你不了解 就没有针对性 如果自己没有说服力 他们也不会接受 所以一个人改变是由三个 最重要的系统 一个是他的关键系统 一个是他的价值系统 一个是他的能力系统 价值系统就是认为 重不重要值不值得 能力系统就是能不能够做到 关键系统就是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认识到 有没有认识到 所以这个基础就建立在听众 观众 对象 受众 改变的金三角 所以今天你做一个说服性演说的时候 要详尽的了解 你要沟通的对方 他目前出了什么状态 这样你在准备当中就要准备好 第三个演讲呢 就是属于主题演讲 我们也叫特殊场合的演讲 比如说同事在一起呢 给一个老员工过生日 他在这个企业呢 已经做了20年 那么今天呢 恰好是他45岁的生日 你看他在25岁的时候呢 就进入这个企业 把最宝购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这公司 献给了他所爱的岗位 献给的事业 并且在过去20年当中 对这公司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今天 他又是你整个团队的成员之一 你来的时候 他手把手教你 他把过去非常好的经验告诉你 但你犯错的时候 他包容你 在你不会说 他耐心的去扶持你 那么这个时候 今天呢 是公司给他开一个小型的生日会 这个时候每一个人 都要发表感言 生日感言 这时候你怎么讲 特殊场合 生日会 还有 比如公司开年会了 年会的时候呢 你作为一个优秀员工的代表 你要发表讲话 特殊场合 在年会当中 你怎么讲 比如说今天是动员会 我们的领导 老板 董事长 总经理 做完了动员报告 现在需要各部门 来发表自己的想法 我们叫事实大会 你上台讲 是特殊场合的演讲 比如说 今天是婚礼 那么新郎呢 是你的好朋友 这时候做一个好朋友 在他大喜的日子 你要讲一句话 或者是你要做一个感言 这时候你怎么讲 这属于特殊的场合的演讲 还有比如说 今天突然出现一个质量事故 你是公关部门 这个客户负责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你面对情绪不稳定的 来投诉的一群的顾客 来解说 来演讲 这特殊场合你怎么讲 这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通常来讲 你看我们所听到的演讲 我们所接触到的 就有这么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说明型 也叫告知型 第二种是说服型 也叫劝说型 第三种就是主题演讲 也叫特殊场合的演讲 你今天所听到的演讲 无非是这样的场合 比如说 像我们政治性演讲 纪念 比如说抗日战争 胜利多少周年 比如纪念 向雷锋学习发表多少周年 向这种场合 到场的嘉宾发表的演讲 通常属于特殊场合的主题演讲 当你了解了这演讲的类型 你就知道如何准备了 那么今天 如何准备一篇非常好的演讲 如何做一次有效的沟通 这是做能说会做的好演功 一个基本要准备的内容之一 那么如何准备呢 第一个叫调整好你的心态 当你上台演讲之前 你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调整你的心态 首先要了解演讲 每个人都会紧张 紧张的原因是因为 他从事一个并不熟悉的活动 而你了解了这个病因 并且你经过平时的学习演练 你具备了一个基本的基础 而且从文字语言 你又把它准备了 所以要自信的面对这个演讲 要心态上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人是一种自我暗示 你越觉得自己越紧张 到台上你就会更加的紧张 所以当时呢 我的老师王洪庆老师 是训练演讲的非常有效的一位老师 他呢 五十岁的时候才悟到了 人生啊 成功的秘密 就是四个字 低水穿石 所以他从五十岁开始 他立即要成为一个演说家 在此之前呢 他做过很多工作 他最后一个工作呢 是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 而现在他要练习演讲 那么他就借助低水穿石 这个成功的秘密 一直讲到今天 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 依然在讲台上讲 而且呢 他一生呢 义务演讲三千场 各位你想影响了多少人 所以今天他走到台上演讲的时候 他说 你的心态非常简单 你要帮助大家 你要给大家提供一个有效的信息 当然有的老师呢 也教我们 说你演讲的时候呢 你就假设台下呢 这些听众啊 都是迫不及待的欢迎的演讲 还有个老师建议说呢 说你怎么样不紧张 你就假设下面做的不是人 是萝卜白菜 这也是个方法 有的人为什么不敢看你呢 因为一看你就发现 哇 原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 所以怎么样调整心态都可以 很多老师都教我们很多方法 总之呢 你必须要调整好心态 你上台的时候 才能把你准备好的得以发挥 所以第一个 做做准备工作 就是要调整心态 调整心态的时候呢 要注意 要克服眼说恐惧症 越讲越熟悉 越讲越熟悉 会有紧张的时候 但是能够在你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不会影响你的发挥 不会影响你正常的表达 在准备当中 做的第二点 叫分析听众 今天你面对的说话的对象是什么 比如说做我们员工 你面对对象 可能今天你跟老板在一起沟通 你要把这事讲清楚讲明白 比如老板想听你一个工作的报告 你面对是老板或者整个的领导层 那么这个听众是一种特殊的群体 那今天呢 在一个部门当中 你要有个提案 比如说 公司规定 这个产品的营销计划当中 每个人呢 都要有一个提案 你呢 准备好PPT 准备好市场调研的资料 准备好对产品的分析 这个调查 你要做一个提案 这个面对什么呢 面对的是你同事之间 比如脑力激荡 准备提案 在优选一个方案 做我们部门当中提交给领导的 那这是另外一批听众 比如今天你面对一个顾客 说明一个产品 这就这样一个听众 比如今天我们年会之前 年终岁委 我们请一些员工的家人 来我们这个企业 他们了解 就搞一个新年的联欢会 在联欢会当中呢 你要讲一讲 我们的企业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感谢大家 他们把自己的儿女 送到这个企业 到年终岁委了 这时候你作为部门的领导 你怎么讲 就是另外一个听众 那么今天两个人闹矛盾了 你要找两个人谈话 而这个人又觉得 你平时可能对这个人呢 众赏有加 但今天呢 他觉得你本身 你这个角色 就在偏向他冲突的对方 那这个听众 已经带着某种固定的想法 跟假设来的面前 那你怎么样 又对他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 所以一定要做听众分析 还有如果在公众演讲当中 还有分析 公众呢 都是来自哪种教育文化程度 或者不同的民族习惯跟背景 比如说走遍了全世界的 16个以上国家的演讲 在演讲当中呢 就事先做听众分析 今天来听我课的什么样的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 什么样的文化习惯 你比较到泰国去 你看那个小孩 你就不能摸头 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信仰当中 这是不礼貌的行为 所以不一样 你看我们这里边 竟然想 这小孩很可爱啊 摸摸头都可以 在泰国就不行 所以不同的国家 会有不同的习惯 像日本有一个非常知名企业的创始人 董事长 他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讲课的时候 他在宣讲 他公司的理念 开经销商大会 年度大会 他在里边呢 就讲一些宗教性的东西 他没了解 听众的声音当中 有回教徒 有佛教徒 他所宣传的是基督教 那么讲一些个人信仰 当然只有你可以信 但在那种场合呢 他没了解听众的成分 讲了过多宗教方面的内容 便想换几大大行动 跟他一起祷告 这时候呢 下面就有人有意见 于是呢 在这企业当中 形成一个连锁反应 最后导致这个企业呢 关门破产 你看 就那么一次演讲 所引发的一个事件 难以估量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你的听众 还有多少 比如说 如果人数很多的话 那你演讲在服装搭配上 你就会要了解 还有背景是什么样的 还有这个场合听众是严肃的 还是活泼的 是轻松的 还是变动的 还有在会场当中 你要了解听众 今天到底来 他事先通知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今天他通知的主题 跟你准备的讲稿不符合 你怎么调整 所以一定要了解听众 不同内容 还有这种情况 你听说今天演讲 请来了大概200多人 结果一到现场 你发现来了不到50人 有没有这种情况 也有 这种情况下 演讲着要充分的准备 假如来的人少 不如人数那么多 你怎么讲 不要影响你的情绪 我有的时候 一开始演讲的时候 去一些场合 经常这样的情况 着问难为 为了请你去 说两个老师 这次我们主人 非常多 有三五百人 尤其有的人呢 他说话的时候 不严谨 活跃型的 对数字没有概念 三五百人 中间就差了两百 结果最后呢 来了不到一百人 你兴致勃勃去了 准备去了 最后发现不到一百人 你怎么讲 有的时候他来了一百多人 最后来了十个人 你怎么讲 所以你都要应变措施 所以要了解 做充分的准备 心态调整 听众准备 甚至我们有一次 演讲的过程当中 突然停电了 怎么办 好在我们事先要准备 事先准备个蜡烛 然后分发蜡烛 四周点起 在那个温馨的演讲会当中 给我们的听众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那时候没有迈克了 没有灯光了 是在晚上的一场演讲 就大家变换座位 点起蜡烛 围在一起 然后起演讲 那是二十多年前 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 有一次我到西藏演讲的时候 很有意思 讲一讲 讲一讲 人要倒下来了 为什么呢 缺氧啊 所以这事先都要准备好啊 事先准备一个氧气瓶 边吸氧边讲 因为那种场合呢 给老师学生 我们做捐赠 那时候不能中断 然后呢 吸氧 我事先就预料到了 我说要带一个氧气瓶 而且把点滴也带上 万有什么情况呢 我这场演讲一定要进行完 所以呢 现场演讲呢 在吸氧 然后来演讲 所以整个现场 师生呢 非常感动 所以像有些场合 你要准备好 如果你没有这种准备 不行了 还是生命为主吗 直接担架抬着去了 给听众留下一个遗憾 对不对 你自己觉得 留下了一个遗憾 但是吸氧没问题嘛 因为光源反应 缺氧是正常的嘛 所以今天 在演讲当中 你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在演讲的准备当中 第三个非常重要 要选择好你的主题 也就是说了解你说话的目的 那么选择好主题 对一个成功的演讲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谈话的主题是什么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有的是我们开会 开会开会 大家忘记了 今天开会讨论什么内容了 然后在开会当中呢 大家又制造了一些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又成为 下一次开会的理由 有这样的感受吗 今天呢 你作为一个组织者 你最重要的 要明白你的主题是什么 那今天作为演讲者 你要知道你演讲的主题是什么 各位同意吗 你要针对这个主题 来准备演讲 那通常演讲呢 还有另外的三种方式 一个呢 是记性演讲 之前没有任何准备 突然有人请你 站起来演讲 有没有这么的坦克 所以你事先要做好准备 然后你就预测到 这个场合 我有可能被突然 请我站起来演讲 你要有一种 随时准备上台的 这样一种心理准备 所以你要了解 第一种演讲的方式 是记性演讲 你要针对这个会议的类型 针对这个场合 准备一些演讲的内容 以便呢 上台做演讲 第二种演讲 我们叫命题演讲 事先给你个题 比如说在1989年 我参加全中国的演讲比赛 我的演讲的题目叫做 我的痛苦选择 这个题目就很吸引人 我的选择 我的痛苦选择 听到想 你的选择是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痛苦 你痛苦在哪里 演讲题目是命题的 要根据这个命题演讲 准备呢 八分钟 把稿子要写好 然后还要润色 然后要背下来 然后还要练 在这个时候 做什么样的动作 做什么表情 当然了 一开始可以准备 但最后讲的时候呢 看不到任何的痕迹 因为你就完全的 非常的熟练 把它变成一种 社会实践活动 而不仅仅是一种 舞台的表演的艺术 本身演讲 就不完全是舞台艺术 它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正在进行当中的事情 所以呢 不要有舞台演话剧的 不要有舞台那种 朗诵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准备当中 命题演讲 要针对这个主题 做好准备 那么针对主题 做准备的时候呢 如何来准备这个主题 要找到相关的资料 要支持你演讲 你比如说 我们准备一个 谈母爱的演说 那你怎么开场呢 我们在中学中 都学到议论文的 构思的方法 什么叫议论文 正面说 反面意 百事实 博弈意 对吧 这是我们议论的方法 但如果你上台 讲话的时候 完全按照 议论的方法 来准备你的演说稿 不一定会引起 听众对你的注意 比如说上台的时候 一开始讲 各位 母爱是非常伟大的 每个人都有母亲 每个人呢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得到母亲 无私的爱 所以呢 母爱是神圣 而伟大的 那么今天 我们做儿女的 一定要孝敬 我们的父母 不孝 是人世间 最大的罪过跟悲哀 我们一定要孝敬 我们的母亲 你看我们的母亲 多辛苦啊 从小到大 我们每一件衣服 都是妈妈给我们准备的 从小到大 每一顿饭 都是妈妈给我们做的 她送我们去读书 教我们学走路 教我们学说话 你看这你提伦伦脸来讲 这是一种感受 对吗 你也能听进去 但是我另外一种讲法 你再来看 首先呢 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奴子两个人 在森林当中相依为命 母亲每天呢 做饭 洗衣 儿子呢 上山砍财 有一天呢 这个小伙子啊 在砍财回家的路上 遇到一位 漂亮的姑娘 两个人一见钟情 于是小伙子向那个姑娘求爱 这姑娘说 凭什么我嫁给你呢 你拿什么证明你对我的爱 这小伙子说 我可以拿世界上任何 我能拿到的东西 于是这个姑娘说 那好 我要你母亲的心脏 小伙子回到了家里 看了那个破旧的房子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两个人相依为命 这么多年 虽然母亲已经不久于人世 但毕竟她是自己的母亲 她再没有想到心爱的姑娘 所以她很难做出决定 第二天早前的时候 她捧着母亲的心脏 去见这位漂亮的姑娘 她的森林当中不断的奔跑 这时候树把她刮倒了 树枝刮得她满脸是鲜血 手也刮破 这个时候跌落在旁边的母亲的心脏 对她说 孩子你摔疼了吗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对母亲怀有深厚的感情 但并不是每一个做儿女的 都会了解母亲这个心呢 然后你再把你要讲的给表达出来 这种方式是什么 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做命题演说当中 非常重要的 组织文字内容的一个特别的结构 叫做魔术公式 林肯是非常知名的演说家 他说律师经理当中 他演讲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 开头就是 请让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然后你马上进入他的故事 然后他用这个故事又推出一个论点 推出一个主题 然后再提出进一步的证据 这种方法是很特殊的演讲的方法 马上让听众进场 马上让听众能进入的情绪 马上让听众能跟随你主讲者 思路和逻辑关系一直向前走 所以在主题演讲或者叫命题演讲当中 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在做演讲的准备当中 你的演讲的主题是什么 你要了解是机型演讲啊 还是命题演讲 在命题演讲中你可以做一些特殊的准备 当然了 我们这一段也可以应用在你的记性演讲 比如记性演讲一个特殊的场合 比如说给父母过生日 或者是你参加一个场合 是给你公司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 搞一个他来公司30年的这样一个活动 你都可以讲这种记性准备好的这些段落 那么第三种演讲的方式呢 我们叫论辩演讲 但论辩演讲呢 对我们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跟职场当中 这个用处不是很多 场合不多 但是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情况下 说服里边会有些演讲的方法 比如说找出对方逻辑关系矛盾的地方 或者想论证自己的说法 所以你要演讲 所以你要了解在演讲当中准备的时候 第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选好你的主题 那么演讲的第四个准备 就是要正式演讲了 要准备一个演讲稿 怎么样准备一个演讲稿呢 要了解演讲稿的结构啊 有开场白 还有中间的主干 也就是中间的主题 还有结尾 比如你准备任何一个演讲的时候 一定有三个部分 我怎么开场 开场的时候呢 我方才讲的是开场的一种方式 我们叫魔术公式的开场 先讲一个故事 还有开场的时候呢 要讲一句名言 用名言来开场 还有说开场呢 用自我介绍式的开场 还有个开场呢 用事件的开场 比如最近各位知道 我们两会呢 正在召开 而在两会当中提到一个最重要的议题 你看你马上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对吧 这样的开场 根据现在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刚刚听说 在某一个国家 发生了一个强烈的地震 在地震当中 有无数人丧生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发生了 你看 根据现在大家了解的情况 然后你引出一个话题 针对话题 发表演讲 这是你的开场 然后主干呢 包括你的论点 论据 事实 来构成 最后有个结尾 结尾通常 有几种方式 一种呢 是说慷慨疆痴痴的 号召式的结尾 号召大家一起来行动 还有一种结尾呢 大家不知道已经结尾了 突然到这里就截止了 然后呢 说一声谢谢 早上讲台 我们这里叫耐人寻味式的 留有余地的 这样的结尾 还有的结尾呢 是一种参与式的 结尾的时候呢 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不同的结尾方式都可以 总之呢 要符合你颜样的主题 那么在演讲准备当中 首先要调整你的心态 然后分进你的听众 还要呢 选择正确的主题 然后呢 准备一个好的讲稿 非常的完整 从开展白主题到结尾 最后 要想做一个非常棒的演讲 最重要的 就是要反复练习 演讲稿写了之后 你一定要冲着 那些你熟悉的人 或者有经验人讲一讲 让他听一听 给你挑对毛病 换句话说 拿他们练一下 但你跟他说话 你说我最近呢 发表一个演讲 你说现在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先呢 把这个内容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非常的棒 你看哪有好的地方 你给我肯定一下 我特别需要得到你的鼓励 不好的地方呢 你也提出来 我回去呢 改进一下 所以试讲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目前呢 我们在中国举办赢载系统 总裁特训 是专门提供给中国企业家的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课程 那么其实在这个课程我上台讲之前 我已经跟别的企业家在我做顾问跟沟通当中已经讲了无数次了 我拿本子给他讲 最后到什么程度 我讲同样的内容 同样的理念 你翻根的本子会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叫团队之胜 是帮助员工来成长的 是一个两天一夜的课程 那么今天你跟职场的员工沟通什么问题 我们有一个训练内容 这个内容里边呢 不是我们现场即兴讲的 是我们事先在跟员工做沟通 做调查 做辅导 做生涯规划的时候 讲的内容 那些重点 然后闹到现场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你看似非常成功的演讲 后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 要长久的练习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正式开始演讲 正式开始演讲的时候呢 我们在职场当中 有几种演讲的类型 一种呢 就是做自我介绍 做自我介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何做一个有效的自我介绍 这是任何场合所需要的 经常会有这样的场合 你需要介绍你自己 对吗 今天你面对顾客 顾客会想着第一问题 你是谁啊 你要跟我说什么呢 你讲的东西跟我什么关系啊 我为什么要买你的产品呢 我为什么现在要买啊 各位同意吗 他首先人见面的时候 拉一个问号 还有见面的时候 你是谁啊 还有到一个新的场合 大家欢迎你 说你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别人不了解你 你怎么做介绍啊 还有在一个社交场合 有的时候 没有人介绍你 你需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还有说你上台发表演讲的时候 你首先要做一下自我介绍 各位同意吗 所以自我介绍是演说 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 必须要镇定而充满自信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而且很镇定 你一生当中会有无数次场合 来介绍你自己 那你为啥不一次性的把它准备好呢 所以今天你镇定而充满自信 建立于你事先的准备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精心准备一个 三分钟到五分钟的自我介绍 最后呢 把它浓缩到一分钟 如果这个场合 突然请你站起来 要做一个自我介绍 你怎么样说 怎么样做 所以第一个 就是必须要镇定而充满自信 第二 要表示渴望认识对方 在自我介绍当中呢 不能过多的炫耀自己 不能太孤傲 不管你们身份 职位有什么样的差别 你要表示渴望认识对方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你要清晰 准确 形象 生动的说出你的性命 有很多人呢 在自我教育当中 说得很好 最后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同时间朋友之间互相交往 都已经认识几个月了 就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刚才叫老张老李 第一次自我教授 就要把名字说清楚 你对你的名字比较熟悉 别人不熟悉 各位同意吗 所以今天要介绍你名字时候 必须要清晰 要准确 要形象 生动的说出你的性命 尤其是有一些人呢 这个性命写的时候读音 有的时候呢 是偏僻字 不太容易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人的点名 点比如张静 李富 然后点单宝宏 大家全场就笑了 那个人叫什么名啊 叫单宝宏 那叫多音字 各位了解了吗 所以你在介绍的时候你要介绍清楚 比如说拿名片你都不认这个字 你要说清楚讲明白 所以要清晰形象 生动的介绍自己的性命 这个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叫爱墨 草字头这个爱 墨呢是一个草字头 加一个日 加一个大字 那么象征到小草 一天一天长大 虽然平凡 但具有生命力 你加一点点东西 给别人留下一个形象 生动的印象 因为别人对你的名字啊 你熟悉 别人不熟悉 所以怎么样给别人留下美好的第一项 对你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第三个呢 要清晰 形象 生动 准确的说出你的性命 第四个 也非常重要 要谈一下你的兴趣 特长和爱好 但这里边呢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介绍的时候 最好不要谈宗教的问题 最好不要谈政治的问题 最好不要谈私人的问题 这样容易呢 引起一些矛盾 引起一些争论 这样对第一次见面呢 会产生一些障碍跟影响 所以在谈话的光当中 介绍一下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也可以呢 说一下 你看你是从什么地方来 在哪个学校毕业 对下一步引起话题 会产生一个很好的铺垫 所以在自我教育当中呢 首先要镇定而充满自信 第二个呢 要表示渴望认认对方 第三个呢 要清晰准确形象 生动的介绍自己的性命 第四个呢 还要顺便介绍一下 自己的兴趣 特长和爱好 然后这中间 千万不要忘记 要善用你的体态语言 你的身体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在自我教育当中 比如说你身体前倾 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和谦卑 如果你身体厚痒 这样跟人家介绍 表示那种骄傲 傲慢自负 你的身体 你的眼神也非常重要 表示渴望认识对方 一种友好 一种关怀 一种爱 这时候呢 对方呢 会消除这样的敌意 比如说谈判的双方 就某一个问题 产生了冲突 结果呢 争辩的非常的激烈 不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 那么接下来呢 你要继续的来开会 这时候呢 对方有一个新来的一个人 他知道你这种情绪 如果你带这种情绪去认识一个新的朋友 难免会把他当成一个对手 所以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你的友好 表现你的礼节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整个的自我骄傲当中呢 要善用你的体态语言 因为你的手势 眼神 姿态 动作等身体语言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在自我骄傲的场合当中 是经常用到的 你看再熟悉的一件事情 各位啊 自我骄傲容易啊 不容易啊 没有比了解自己更熟一件事情 但几乎简单的把你自己介绍出来 各位没有看到 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 有的时候如何变成容易 你就有一个稿子 准备好 这样我说的方法 先准备 第一调整心态 第二 分析听众 第三个呢 就要确定主题 你要确定自我介绍 第四个呢 准备讲稿 你要准备几个自我介绍的版本 回去把它写出来 怎么样 用很短的时间 比如一分钟 三分钟 五分钟 那么你自己讲清楚 讲明白 以便给别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然后在不同的场合 你就用这个稿子来做演说 当然平时还要反复练习 这就是你如何准备 然后练习之后 回忆仔细结 哪没介绍好的 哪没说清楚 说明明的 回忆仔细结 几次就可以了 在我们准备一个演讲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情境 如何纳入的讲台 或者纳入的一个沟通的场合 那么我们经常有的第二个场合就是 如何介绍他人 如何介绍他人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到 在介绍他人当中 你到底要讲些什么 首先呢 是你要准备好的一个心态 你的心态是什么呢 你的心态啊 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一个职场的环境当中 或者在一个政治场合 我们通常来讲呢 介绍自己是一个经常性的一个行为 但同时呢 介绍他人 也是大家经常遇到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来了一个新的同事 你要呢 把这个部门所有的人 要介绍给新的同事 这是一种介绍 比如今天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客户 你要把今天跟你一起同来的同事交给新的客户 那么这种场合如何做介绍 它跟自我介绍就不一样了 这种场合呢 不能突出自己 也不能想要自己 它的重要的目的是介绍 被介绍的人 你怎么来介绍呢 正如在讲台上 你介绍一个演说 这也是一样的 比如今天我们要请一个人来演说 你怎么介绍他 这也非常重要 有的人介绍 我们本来呢 想请张教授来演讲 但张教授呢 生病了 我们后来改请了徐教授 大家知道徐教授在领域当中非常的知名 但徐教授呢 恰好今天出差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今天请来了王教授 怎么样 你是在推崇他吗 所以听众不会对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印象 原来两个教授没来 拿他来盯了 对吗 所以在演讲当中准备的时候 你要了解你的心态是什么 那就切远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来对待他人 我们今天如何对待他人 这十二个字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要感恩 当你介绍别人的时候 不管人的身份如何 要心怀感恩的面对周围的一切 有了这个前提 在你介绍的过程当中 才能透过你的有声语言和体态语言表达出来 你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欣赏 每个人都有缺点 也有优点 我们今天应该把焦点放在别人的优点上 而不是放在别人的缺点上 当然你要想改进别人的群点 你恰好处在一个主管的角色 你可以采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进行 但在自我教之前 你要欣赏到的人 只有欣赏才能找到对方的美点 进而肯定和赞美对方 那第三个什么呢 就是要包容 我们同时之间可能会有冲突 会有矛盾 那这个时候呢 需要你包容对方 这都是正确的心态 那同时第四个 还要客观 今天我知道 我们需要讲义气 在人生当中 旅途漫漫 道路坎坷 我们需要有一个义气的朋友 相互搀扶 但在职场当中 第一个就是客观 不要因为你们两个人好 就过度的去做一些特别的行为 比如说奖励或者重用 要一视同仁 所以作为一个演讲者 在沟通当中 你要做到客观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要真诚 在教授的时候 非常的真诚的面对受众 那最后呢 就要做到义气 所以这十二个字 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 能把这些心态准备好之后 才叫他人的时候 就有一个情感的基础 非常客观 非常真诚 来介绍这位朋友 讲话的时候呢 也带着一份尊重 来讲解对方 不管对方是个产品 是一项服务 是个项目 都有介绍他人 这个场合 所以这是第二个场合 就如何介绍他人 把这个特征 价值都叫出来 你今天介绍一个产品 也是一样 叫他也是一样 那么这个人 他到底什么样的背景 什么情况 经过你的介绍 他的受众 听众对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因为在心理学上啊 有一个重要的原理 叫做首音效应 也叫第一印象 结果研究发现 人们在第一次见面 留下的印象 往往是最深刻的 尽管有的时候 它是一种认知偏差 不是正确的印象 但在以后的接触当中 往往很难改变 而第一印象取决什么 对方的意表 风度表情 开口说的前几句话 和你自己对他的主观认识 所以今天在介绍他人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了解 如何做一个完美的自我介绍 和介绍他人 第三个 大家在职场当中 经常遇到的场合 就是介绍一个公司 比如今天你介绍一下你的公司 你怎么介绍呢 你平时要认真地准备一个故事 这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 现在知道可口可乐这个公司的 举手确认一下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 对吗 但是今天请你给我讲一个 可口可乐公司的故事 能讲出来吗 大多数人讲不出来 那今天你如何去讲解一个公司 你熟悉自己的公司 你在这公司已经工作了三个月 工作了三年 甚至有的人工作了十几年 但今天你如何用很短的时间 一分钟 三分钟 五分钟 把你的公司讲清楚 讲明白 让别人对你的组织有深刻的印象 这是不是一个功夫啊 需不需要练习啊 需要练习 比如说 大家看我的DVD 里边有一个讲可口可乐公司的故事 你知道为了讲这个故事 我们准备了多少资料吗 看了多本书 研究了这种资料 反正你的上课当中 可能会透过这个故事 来说明一个主题 但为什么不熟练的把这个故事讲好呢 125年前 在美国的亚特兰大 有一个药剂师叫彭伯顿 他想发明一个治疗感冒跟咳嗽的药水 于是在自己家的后院 用一口大锅 把几种植物搅拌在一起 最后他终于发明了一个 治疗感冒咳嗽的黑色的药水 取名叫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一开始 是用于治疗感冒跟咳嗽的 在药店里卖 每天只卖9倍到19倍 换句话说卖的很少 那是在1886年 两年之后的1888年 这位药剂师彭伯顿去世了 在他去世之前 他把这个配方转给另外一个药剂师 这个药剂师叫坎德勒 坎德勒直到1892年 才用2300美金 把这个配方买下来了 2300美金什么概念呢 2300美金在当时美国家庭收入的平均当中 它大概要等于一家人四年以上的收入 当时美国家庭平均的收入是500美金 当时美国第五代富豪钢铁大王 安德鲁卡内基 他个人的资产是8亿美金 所以2300美金是这样的概念 他为什么买下可口可乐这个配方呢 他认为可口可乐的价值被低估了 于是他买下了这配方 他把产品重新定位寻找卖点 用尖刀营销样板市场决胜中端的方法 把这个产品呢推向了大众的社会 因为在他市场调言当中发现 很多人感冒已经好了 但是还来这里喝可口可乐 于是他终于了解到 人们呢喜欢他 他想我为什么不把这个产品定位成大众饮料呢 于是他雇了十几个游走行动同学员 把可口可乐推到了全美国 于是坎德勒家族成为了当时美国最富有的家族 这就是可口可乐的故事 但是故事还没有完 到了1919年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去世了 另外一个富豪崛起了 这个富豪家族叫伍德瑞夫家族 伍德瑞夫家族在研究可口可乐这个配方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并且研究这个公司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更为震撼的事实 那就是可口可乐的价值被低估了 于是他建议家族成员跟投资者 要买下可口可乐公司 别人说你疯了 距离可口可乐诞生已经有33年 距离可口可乐第一次交易27年 早在1908年 可口可乐就已经进入了菲律宾开始国际化了 怎么还会有成长的空间 伍德瑞夫说你相信我没错的 我是用系统思考的方法来分析一下公司 我们一定要投资这个公司 它会有成长的价值 于是他说服了所有的加州成员跟股东 花了当时的天价250万美金 后来追加到2300万美金 彻底把可口可乐公司买了下来 四年之后 可口可乐的长子 亲自担任可口可乐公司的掌门人 又把可口可乐公司推到了一个新的纪元 尤其在二战期间 他们响应艾森豪尔的号召 让美国大兵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都能以五美分喝一罐可口可乐 而不管在当地的生产成本是多少 于是可口可乐开疆辟土 全球深度分枭 又把可口可乐推到一个更高的高峰 于是伍德瑞夫家族成为了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家族 这就是可口可乐的故事 但是故事还没有完 1987年在东方有个年仅25岁的年轻人 他写了两本书 一本叫如何赚大钱推销术 一本叫如何推销你自己求职术 那个年轻的名字叫艾莫 而在大乡彼岸 另外一个人根本没有看到这个年轻人写的那本书 他已经开始赚钱了 他早在六岁的时候 就每一次从祖父的食杂店里面买六罐可口可乐 然后再以每一罐五毛钱卖掉 他看到什么利润 就看到了目前代理商人利润赚了批零差而已 但直到他11岁的时候 在他父亲的指导下 他买进了人生第一只股票 他才知道赚钱有另外一种方法 那么到了1987年到88年期间 他就用这种方法价值判断 他发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可口可乐的价值被低估了 于是他建议合伙人投资者要倾其所有去买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 别人说你疯了 经过近百年可口可乐的成长 这家公司没有在成长的动力和前途了 他说你相信我没错的 我是用系统思考的方法来分析家公司 于是他说服所有的投资者 拿出了当时的天价 累计14亿美金投资可口可乐公司 当然是买到了股票 因为经过100年左右的成长 分拆稀释 要想全部买下公司 几乎是不可能 但是14亿美金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就这14亿美金 4年之后涨到了40亿美金 到现在知道钱 大概是123亿美金左右 致使这个人在2002年成为 仅次于比尔盖茨在全世界排名第二的首富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巴菲特 巴菲特才可口可乐公司的大股东 难怪巴菲特在一个公共场合 习惯性的行为 都是手里边拿一个樱桃可乐 为什么为自己的公司做广告呗 这就是可口可乐公司的故事 不是你发现了吗 所以就讲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 你看运用了多少方法 有多少数字 一个是用时间段来跨度讲的 从1886年到1888年到1892年到1908年到1987年 1988年2002年到十日今日 你看这时间段 对不对 成为可口可乐几次一手 讲这些投资者从发明人彭博顿到坎德勒 到伍德瑞夫到最后的股票投资者 巴菲特 当然中间也穿插了演讲者艾莫 对吧 所以从这个路线来讲 他讲是一个系统创富的故事 各位你想一想 你今天如何去讲你自己的公司 如何去讲你自己的产品 讲产品也是一样的 如何去讲一个产品 你要不要了解这产品呢 你要不要了解产品的故事啊 你要不要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啊 要不要让他们了解啊 各位同样是一个产品 你怎么介绍 各位 有知道苹果手机的请起手 求人一下 都知道了哈 你上台有很多开场 叫互动时代开场 还有你可以自己拿着哈 拿着也可以 比如你拿着这款手机 你说谁能告诉我 这是什么 手机这是互动吗 对不对 大家说的很对 这是苹果手机 这个手机呢 是在2007年6129号 由苹果公司推出来的 这个手机上市不久 旋即成为智能手机的第一品牌 如果把这款手机 当成一只美丽蝴蝶的话 那我请问各位 蝴蝶的前身是什么呢 毛毛丛 毛毛丛诞生的日子 是在2001年10月23号 那一天 重新回到苹果公司 四年之久的乔普斯 握心尝胆 研发一个革命性的产品 这个产品推出来 大家一看只有火柴盒一样的大小 然后请一个黑人带着白色的耳脉 又蹦又跳搜广告 那个产品叫什么呢 学名叫iPod 书名叫MP3而已 它是一个听音乐的数码播放器 别小看这个产品 就在产品出现那一天 它就终结了索尼的沃克曼时代 人们不再去买那个沉重的随身厅 更多的人蜂拥而至 来 购买这个小小的音乐播放器 而就在那一天 当时贵位手机行业 排名第二的猛特拉公司 万万没有想到 有一天苹果公司会出手机 在2007年6月29号 当品文公司推出第一款手机开始 从那一天开始 猛特拉公司的业绩一路下滑 至少在手机的领域当中 是达到如此的现状 而到2009年亏损了很多的钱 在2010年被迫分裁成两个部门 它想重新夺回在手机行业当中 霸主的一位 了解这些行业的知道 是非常艰难的 那么就在2001年10月2艘那天 当时贵位手机行业 排第一名的诺基亚公司 万万没有想到 有一天苹果公司会出手机 在2007年6月29号 当苹果公司推出第一款手机开始 从那一天开始 诺基亚公司没有一天过过好日子 在四年当中 他们换了四次手机军官 第四任手机军官 在上任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诺基亚公司 到了有史以来最危机的时刻 现在实行艰苦的重组 这就是苹果手机的故事 当2007年第一款手机出现的时候 虽然价格高昂 但是我第一时间把它买了下来 卖我手机的人给我培训了一个小时 于是我对这张手机爱不失手 我就扔掉了我原来用的那款手机 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我又买了一个送给我的弟弟 我弟弟一看 手机很好 价格很贵 于是接受了 但三天之后 又拿回来给我 哥 你把它拿回去了 我说为什么 他这个手机不好用 我说不是不好用 是你不会用 我又请他吃顿饭 免费给他培训了半个小时 他才勉强接受 但是他把原来用的手机 放在右口袋 苹果手机放在左口袋 直到有一天 他作为教育部的顾问 参加一个研导会 看着某大公司的副总裁 非常包容的把苹果手机 拿到桌面上的时候 他在预示到某种趋势的来历 这时候他小心翼翼的 拿回自己原来用的旧手机 把苹果手机摆到桌面上的时候 这时候要两个副总裁 对他刮目相看 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从来没有离开过苹果手机 讲到这里 我再次声明 我跟苹果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我讲这些 纯粹是一个消费者的体验 我是想说明两句话 第一 各位请记住 最可怕的竞争对手 永远在你的事业之外 第二 一个人 一个公司 之所以赢 不是赢在终点 是赢在起点 一个公司 一个人之所以输 也不是输在终点 是输在起点 而今天 就是我们公司 一个重要的起点 让我们全体的员工 同时所有的人 让我们一起努力 来奠定我们公司 像苹果手机目前这样辉煌的 未来的起点吧 各位没有发现 你看就讲这个简单的手机的故事 透过他又说明了一件事情 给我们那个启发 今天你不去创新 今天你不去努力 不去纵志成城 一起建立共同愿景 不去战胜自我 超越自我 你就是死路一条 你看通过就讲一个产品 然后讲一个主题 但如果今天你上来 给你的部门讲 我们的产品已经落后了 竞争对手 现在市场份额比我们多了 各位你知道吗 最可怕的竞争对手 就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现在这家公司也冒出来了 这公司也冒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销售 为什么下降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同志们 我们要努力啊 你看今天为什么 你不好好干活呢 今天你为什么不努力呢 你说我们大家好好做 一起来努力 那将来我们的公司该有多好 公司赚钱了 老板开心了 我们自己奖金也多了 可以照顾到我们的家人 你看这也是这种讲法 了解了吗 但你通过这个故事 引发一个命题 然后来讲就是不一样了 所以在你正式演讲当中 如何做自我介绍 如何叫他人 如何介绍一个公司 如何叫一个产品 这对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中智新党 中智新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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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